森美兰刮拉避劳发生了180万令吉金氏抢劫案件 警方成功在案发几个小时之后 逮捕一名年龄介于50多岁的嫌犯 目前还在追捕其他再逃嫌犯 刮拉避劳警区副主任沙鲁安华指出 嫌犯是在昨天晚上大约10点落网 当局将会援引截火职械抢劫条文 延扣他一个星期注查 这起涉及180万令吉的抢劫案件 昨天早上11点发生 两名手持八冷刀的蒙面匪徒 在金店的后巷光天化热之下 向两名金氏供应商下手 抢走了7公斤百万金氏 案发情况都被毕露电视拍了下来